Bruce Lee used to be able to do that with both legs And that's why I get in my fighting stance And all of a sudden, pow, it's what it's me Upside the head 欢迎收看李小龙实战 这个人的名字叫乔治·迪尔曼 George Dillman 他是美国黑带时段空手道家 空手道冠军 美国国际琉球拳法会创始人 他曾担任拳王阿里四年保镖兼教练 9岁时练习柔道 14岁时练习拳击 在拳击队专业训练三年半 参加30场比赛 剩27场 1960年在军队中学习军警格斗术 之后又先跟随K派 爱德伯克 李俊九 李小龙学习交流过 并且将从李小龙处学到的快拳技术 传授给群王阿里 除此以外 乔治·迪尔曼 还曾三次与李小龙切磋功夫 但是三次都拜北 而且每一次切磋都不超过半分钟 有一次在三秒以内就拜给了李小龙 让我们来听听他对李小龙的评价吧 但是,你知道,我去我的战场 然后突然间,我会 然后,在那时候,在这种艺术技术 人们没有踢过来 人们真的没有踢过来 人们真的没有踢过去到李小龙 其实,他就是第一个人我看到 他可以用他的手,两个人同样 我们所有人都要努力 我只是跟你说,如果他会打你左手,你不认为对方或是左手 如果他会打你右手,他会打你两手,他会打你两手 他可能会打你两手,他可能会打你两手,他可能会打你两次高速 然后他的手优优独播了,他可能会打你四次快速 那是他的事,当我最初见他,他说,我可以打你四次前面 我一遍 我疑惑那 但他做了 我到我站在我的站上 他把我打我打 那是他速度他 我必須告訴你 可能是一些原因他死亡 有另一原因 他自己抑制到極限 他抑制 人生的身體只能夠多 喬治迪爾曼說 如果沒有比賽規則 李小龍與現代的 MMA冠軍對決 李小龍肯定會贏 MMA有太多的規則 不能打眼睛 不能打喉嚨 不能折手指 不能跺腳趾 不能踢擊踏步 但是這些部位 恰恰是李小龍擊打的部位 這位美國黑帶時段 空手道家 兼世界重量級拳擊冠軍 也是阿里拳王的保鏢 他說他與李小龍交手 三秒敗北 那你覺得李小龍的實戰能力如何呢? 歡迎留言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並按下鈴鐺 這樣才能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謝謝 謝謝